你们本来我没啥事的 然后架不住猪队友 然后我们同事年底解题了 然后他搞不利索 搞不利索还不吭声 然后结果今天截止最后一天了 然后资料都没收齐 然后领导受不了了 让我全面的帮他收拾烂摊子帮忙忙 然后我现在赶紧就跟他老师相关的人员 沟通 然后整理材料 我把材料先收齐了 要不然我帮他整理一天 整到最后我一看 我靠材料根本就缺的 我整整整 其他都整好了以后 剩下的部分我跟他要 他一直都没要到 然后其实是他跟老师在那献要 然后天哪 老师也很忙的 现在学校很忙的 很多事情的 然后他那边还出了一些物流快递丢店 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送到驿站了 然后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堆事情 他如果要是这么着急的话 他自己顺风行不行 这么着急的时候还用EMS 然后这种EMS你在北上广深 这样的地方是刺制他 你要是送到偏远的地方 他根本就不是刺制他 甚至他不能送到地儿 他就只能往驿站 什么他聚集的镇子上 什么这种地方寄 你远的地方送不太 你时效点预估的多一点了 哪能卡的那么死死的 你以为是北上广深的 机快递第二天就到了 搞得我今天加班 我更多了 那边就能够伤出了 我那边就能够伤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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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